好 韋明剛剛看到的是巴菲特討論 這一個電動車 我們其實從巴菲特在這個股東會上面 給我們的資訊 我認為他並不是完全的認為電動車產業 或整個汽車產業即將陷入衰退 而是在說未來的汽車產業市場 會有非常巨大的改變 跟現在完全不一樣 那麼實際上面 我們就看到了巴菲特的做法 他旗下這個波克夏基金公司 從港交所的數據顯示 從去年八月以來 已經連續11次減持了比亞迪的股份 總共砍掉了1.1億股 那我們認為 其實這個當然是巴菲特的投資的價值觀 那就是逆勢交易策略 另外一個就是 其實巴菲特也很擔心地緣政治的風險 那麼我們就看到了美國總統拜登 他打算要在五月十九到五月二十一的 這個G7的峰會上面 前後會簽署一個行政命令 當然就是要嚴格的去限制 原先就已經限制的半導體以外 還要連AI跟所謂的量子技術領域 全部都要下投資禁令 那這個對於中國來講 現在當然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影響 因為本來就沒有投資 可是長期而言的話 因為這樣的持續審查 會對於情緒帶來所謂的影響會比較大 那就會失去了中國 在未來跟其他國家合作的空間 這就會導致中國的科技發展速度變慢 那中國當然也不會甘願 就像被卡脖子 因此現在為了要應對美國的制裁 中國的科技公司也在研究 到底要怎麼樣用更少 或者是更低端的半導體 來去打造出高端AI性能的技術 那麼我們等一下會來談得更詳細 在那之前我們可以看到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在上個禮拜五的時候 二十屆的中央財經委員會 第一次會議裡面 就直接表示 要把握人工智慧等科技革命浪潮 要維護產業安全 把它當成重中之重 所以這句話 從國家主席裡面講出來 代表AI這個產業 也成為了國家的一個戰略方向 那麼我們剛才提到了 要突破美國的AI封鎖 現在呢 他們中國打算要怎麼做 當然就是由這些龍頭業者 像是華為百度 阿里巴巴來做軟體上面的突破 也就是整合不同類型的晶片 而避免依賴單一類型的晶片 那實際上面 我們之前看到了騰訊 他們在這個使用的 NVIDIA的晶片 叫做A800 他其實就是原本A100 然後只是把它阉割掉了而已 所以現在的中國大陸 仍然有能力可以開發AI 美國政府打算要把這條路 也跟著切斷 那麼除此之外在財政的補貼政策上面 中國政府二零二二年 總共補助了一百九十家的上市半導體公司 超過一百二十一億人民幣 那光是前十大的廠商就拿走了四十五percent 其中中芯國際是最大的受益者 補貼金額高達十九點五億人民幣 那麼雖然中國政府打算要去補貼 這些半導體的公司 可是呢 有很多的小型半導體公司 是根本不受重視 直接走上倒閉之路 在這點上面非常資本主義 我們從數據來看 在二零二二年 光是這些倒掉的半導體相關公司 就高達五千七百四十六家 比二零二一年的三千四百二十家 還要來的更多 也就是這兩年 倒掉了一萬家的半導體公司 那麼呢 我們看到了 除了G7上面會討論以外 美國其實在這一個月的月中 即將要舉辦的APEC上面 也打算要討論說 中國到底怎麼樣 對這些我們的猛國 猛友國產生的經濟脅迫 那麼他們認為中國不斷地 以傷害美國經濟利益的方式來濫用跟操縱 操縱智慧財產 所以我們可以預期的到 在未來一段時間 美國對於中國的科技制裁 只會更嚴峻而不會放鬆 那麼這也導致了供應鏈出逃 所以我們從印度的財經新聞網站裡面 可以看到 在這個地方 鴻海即將在十五號 在印度舉行所謂的動土儀式 那麼之前外資就已經講過了 鴻騰 這個是鴻海的子公司 也打算在下半年 開始在印度建新場 那麼呢 在之前我們也跟大家講過說 小米在印度被莫迪給打殘了 實際上面印度第一季的智慧型手機 出貨量年減十六Percent 而小米的手機出貨量是暴跌四十一Percent 所以中國在印度的市場裡面的 這個market share 是降比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那麼在中國的房地產市場 內部裡面在前一季 也就是第一季的時候 稍微略有回溫 可是從最新的數據來看 這個動能仍然略顯不足 因為第一季的需求集中釋放以後 目前的市場熱度正在持續衰退 那在中國經濟下行方面 中國政府為了要拉抬經濟 很多地方開始開放了所謂的地攤經濟 這是中共不得已的暫時性做法 他沒有辦法根本性的去解決問題 那麼在深圳是我們最近看到的新聞 在那之前北京上海 其實都已經陸續開放了 但是這並不代表中國政府 他們對於民間的這樣子的消費 已經出現了心態上面的轉向 而是暫時性的調整 在未來隨時還有可能再收緊 最後我們從中國的統計局可以看到 他們現在中國的總體債務 佔了GDP的比例高達兩百八十Percent 那美國的數字只有一百二十Percent 所以在債務佔比相對高的情況之下 中國在面對全球的總體經濟衝擊 當然會顯得更沒有應對的能力